我原本以为我是六人界的Compass 但是当我遇到这个人之后 我是彻底甘拜下风 这局呢是我新赛季的第一把 我原本以为呢这新赛季对面就是强了一点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对面一个比一个六啊 而这开局呢也是一个正常的定点类 之后呢掏出我的老六必备SKS 跟着架一下这个阳台二楼 此时呢这也是坦克附近有一个老六 我呢也是接一枪带走 此时呢在这里一切都是非常正常 而到后面呢你们就知道 这对面有多么的老六了呀 此时呢有人打我 我呢也直接选择换个地方 作为一个合格老六 被发现了就不要在一个地方待的太久 此时呢也是来一个人种 我呢也直接一枪抱头 此时呢我在刚出门口的时候 被有人打了一枪 我呢以为是在交战附近 但是我拿去啊不赶紧拉 但是这一个花生 妈的这个老六可这躲着 从这淘汰回放可以看出啊 这个人可谓是在这呆了半天 但是呢可以看一下 这个视频回放 在这第一次下楼呢 这里可谓是连一个鸡毛都没有啊 而在击败这个人之后呢 这也是从雨角可以看到 这里也是没有人的 而且呢再看一下 这个队友站位 这队友呢也是给我 架着身后 也不可能会有人 从这身后过来 此时呢肯定有人会说 这绝对是从二楼出来的呀 但是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视频原生 像这边行动 你住吊汗 以侧挂堤啊 兄弟们听出来没 被打到之前呢 也是没有任何脚步 但是呢 这个老六究竟是从哪 窜出来的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